看了 好 OK 欢迎大家进来我们的大声冷鼓 好 早上 晚上好今天是 好 晚上好我是雪碑 我是阿朋友的妈妈 今天呢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六天 其实是我跟Apollo参加的第一天 今天呢我们要读接下来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天呢 是一个小 它算小诗吗 对算小诗吧 叫做过山车 大家跟我一起读 过山车 过山车 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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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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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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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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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山车 过山车 下山了 下山 我变成 我变成 流星了 流星了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读第二篇 第二篇叫做半板歌 作者张秋生 有个孩子叫半板 起床已经七点半 鞋子穿一半 鞋子穿一半 脸儿洗一半 脸儿洗一半 早饭吃一半 早饭吃一半 课本带一半 鞋子穿一半 上学路上绊绊跑 上学 要练习 光着一只小脚板 光着一只小脚板 你等一下 然后 在那个等候室 别着急 在这 你要进去 放他们进来 有八个人 你都放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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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那我们就继续读 是吧 大家 好 欢迎新进来的朋友 那我们就继续读了啊 继续读 好 继续读 刚才我们读的是半板歌 接下来 我们来读什么啊 接下来我们再读一首小诗 名字叫做墙头草 来跟我一起读 墙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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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儿一来两边倒 墙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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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不吃 猫不咬 哭了不能 荡柴烧 哎呀好棒啊 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要读什么呢 下一个我们要读一首 唐诗 来唐诗 微雨 夜行 唐 白居易 默默 秋云起 默默秋云起 烧烧夜寒声 烧烧夜寒声 淡绝一上诗 淡绝一上诗 五点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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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名字 青蛙告诉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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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两个名字 小时候叫蝌蝡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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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蝡�� 他也有两个名字 他也有两个名字 小时候叫笋儿 上学了叫竹子 上学了叫竹子 新蛙哈哈 新蛙哈哈 竹子兮兮兮 竹子兮兮兮兮 去问问还有谁 去问问还有谁 也有两个名字 也有两个名字 你们是不是都有两个名字呀 一个英文名 一个中文名 对不对 对 一个小名 一个小名 一个大名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读一个童谣 名字叫做桃树和梨树 桃树和梨树 这山望见那山高 这山望见那山高 梦见那山一棵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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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桃 一棵桃不是掉个桃 一棵桃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是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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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尖尖树不高 叶子尖尖树不高 这山望见那山的 望见那山一颗梨 你怎么知道它是梨 你怎么知道它是梨 叶子团团树又低 叶子团团树又低 哎呀你们真的好厉害 好我们在今天再看下一首 下一首非常好的一首诗哦 叫做游子营 我们知道这个呀 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从这个诗 游子营 游子营 旁梦椒 梓梦椒 慈母手中线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游子营 灵形 蜜蜜蜜蜂蜂蜂蜂 很棒 好我们再看下一首 很快就没有了 大家坚持一下 我来把这个擦掉 把这个擦掉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读一首 诗歌 这首歌叫做空中舞台 空中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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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叔叔的胳膊粗 雷叔叔的胳膊粗 闪电 闪电阿姨 妖儿戏 闪电阿姨 妖儿戏 空中舞台 跳霹雳 怒笑 咚咚咚 that's what you are 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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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演出现在开始了 演出现在开始了 非常棒 好 我们还有一点点啊 坚持一下 接下来呢 是一个12岁的小朋友写的诗哦 Yeah, wait a second 12岁 12岁 来,我们开始啊 12岁的叫江二曼的小朋友写的诗 名字叫做打脸 来,我们先说打脸 打脸 这几天 这几天 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晴 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晴 出门时 出门时 天好好的 天好好的 姐姐说 要不要拿伞 姐姐说 不要拿伞 我说 我说不用 我说不用 刚说完 刚说完 一阵雨 砸下来 特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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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两天是不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啊 对 好 我们应该快没有了 还有两个 我们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写的诗 叫做孩子们的时刻 孩子们的时刻 孩子们的时刻 我们开始读 孩子们的时刻 哎呀好棒 在日光和黑暗交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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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幕开始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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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工作暂时停止 这是孩子们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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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特别棒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名字叫做灯塔妈妈 灯塔妈妈 灯塔妈妈 天黑了 天黑了 冷睡了 冷睡了 大海静悄悄 大海静悄悄 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 大海静悄 只有灯塔妈妈 灯塔妈妈睡不着 睁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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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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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没有 看看有没有 没有 还有 还没回来的 传宝 包 还没回来的 传宝 传宝 非常棒 看一下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所有的东西 大家都特别棒 那今天我们和多少人 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跟八个人一起 大声朗读 Apollo你觉得你很什么呀 你开心吗 开心 那你就说 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很 很什么 感动 很感动 谁说很感动 是淘宝说的吗 好妹 好妹说他很感动 是吧 我觉得我好 幸福 好幸福 你好幸福 然后 那个 朵朵呢 朵朵读的特别好 朵朵 我听见朵朵的声音特别大 朵朵你觉得你今天很什么 我很 很兴奋 很兴奋 这个WW小朋友说 他很想睡觉 是不是啊 你困了吗 困了 好了 好吧 那今天非常开心啊 我们新西兰的大声朗读 以后我们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八点一刻啊 我们都一起朗读 因为有的小朋友认识很多字 有的小朋友像Apollo 他虽然不认识很多字 但是相信我们每天都坚持 就会读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的大声朗读就到这里啦 妈妈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请不吝点赞 谢谢老师